好有關昨天呢有許多的這個民進黨新竹市議員 在開始在這個質疑說這個新竹棒球場一些事情 好我想在這邊呢其實我也想跟大家來做一下說明 畢竟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甚至是一件好事情 我也不太理解說怎麼會被講成是所謂的什麼人謀不章或圖利 首先第一個在我們做新竹棒球場的這個改善跟修善 其實我想全台灣的民眾都知道這是一個相當受到矚目 而且它裡面的這個情況是相當的複雜 因為它的一個土壤級配的問題還有這個設計書圖的問題 所以呢其實在我們的四月底喔 其實在這個中華棒協 還有我們的體檢會 其實在委員專業的委員的建議之下都提到說 我們應該要來找這個美國大聯盟職棒大聯盟的這些專家 來協助我們來改善棒球場 那我也想請大家自己思考一個問題喔 今天新竹棒球場到底是全世界喔 我們講說地球上哪一個單位來做這個棒球場的改善 或者修善這個顧問的諮詢 是最具有公信力的 我想講美國職棒大聯盟我想沒有一個人會來反對吧 所以呢我們再多次的跟這個美國方喔 我們職棒大聯盟還有包含它的產物專家 Brightview BV公司來進行多次的這個信件的往返 也拜託他們來協助我們新竹棒球場的改善 那終於也獲得了他們的首肯同意喔 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案子產生喔 所以我想在這個過程裡面呢真的是不太理解說為什麼在這個Brightview公司喔 其實我記得去年在12月14號的時候那個Brightview公司呢就是派了這個Mari Cook先生來台灣 當時的Mari Cook來台灣的時候呢這個前市府的團隊呢還甚至濫用這個都更基金去下了這個廣告業配喔 然後甚至當時也肯定了這個美國大聯盟的專家Brightview的公司的Mari Cook先生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時隔了半年之後我們在市政府跟美國的Brightview公司這個美國大聯盟指定的產物專家 來合作的時候就變成一種圖利變成一種人謀不章 我想這絕對是一種雙標的行為 那再來講到說我們今天這個這個標案好了 大家講聽這個民進黨的新讀事議員講的說這個標案好像是一個多大的一個圖利 我想告訴大家這個標案的金額就是多少 176萬 176萬的內容裡面包含了要請美國的大聯盟的產物專家來到台灣 來親自來做我們這個所有包含像是我們的設計書圖的檢驗包含像是我們的土壤的這些檢測排水的測試 甚至後面還要出具他們專業的顧問諮詢的報告 我想請問一下大家這176萬難道花的不值得嗎 我想對照一下跟大家對照一下就知道去年呢光是這個林志堅前市府的團隊濫用這個都更基金 在這個棒球場的行銷宣傳包含什麼網紅寫文啦包含什麼就是業配啊拍廣告啊 還有包含像是寫那個新聞的報導甚至是辦活動 加起來零零重重也有680萬這些都還只是直接指向新竹棒球場的品項 還沒有包含餐貨在其他的地方這些也都被審計師拿出來糾正 我想這樣子兩相對照一下12億的棒球場到最後不能夠使用還害球員受傷 680萬的濫用都更基金來造成說今天這個宣傳擦枝抹粉 那最後我們在看到的是今天高昏安的市政府努力的來求助於美國大聯盟 而獲得他們的同意176萬請美國大聯盟的專家來到台灣來知道我們新竹棒球場出具報告 我想大家市民朋友可以從這個數字的邏輯來看一看喔 我不知道這776萬到底哪裡圖利了誰 那大家講到的漢創 其實漢創公司的這一個標案呢我想這所有的這些標案我們都是 漢網在做這個評選的所以這個評選的委員也都是從工程委員會 中央的公共工程委員會的評選名單評選出來 那今天漢創公司他也曾經在台中洲際的棒球場的改善上 跟這個美國大聯盟還有這個場務專家Brightview都有過去都有合作的經驗 所以台中洲際棒球場也曾經被媒體一度譽為是目前台灣的這個品質最好的最專業的球場 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情的整個批評上面我不僅想要問一句 請問一下這一些民進黨的新竹市議員你們就這麼擔心美國的大聯盟專家來到台灣看新竹棒球場嗎 為什麼一個這麼好的事情176萬這麼一個我們講說請美國專家來台灣 我想今天在業界工作的人應該也都知道這個數字這個價格是相當的合理 那我們也是透過這個評選的過程一切都合法合規 所以我希望呢這個有一些我們的事情的因為這個禮拜我們已經請他盡快的美國的大聯盟專家就會來到台灣了 我想還是將這個體育運動的專業交由美國的這個專業來為我們來做諮詢 而不要參入這麼多的政治操作這樣子真的是讓人家覺得說好像對於這件事情是到底是在擔心還是什麼 其實真的大可不必啊 請市長幫我們說明一下目前棒球場的改善進度 目前的棒球場呢其實我們在上任之後包含說我們其實這種前面的 一開始呢這個我們講說這個設計的書圖跟施工的書圖在府內核定的狀況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府內呢其實召開了相當多次的會議 為的也是要去釐清所有這些棒球場在設計 還有呢我們廠商的核定施工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所以設計書圖上我們要去努力 第二個是在這個棒球場的OT點交我們已經成功的跟龍來已經達成了協商 所以我們在這個OT的部分我們也從龍來的手上點交回來這個還沒有竣工的球場 第三個我們在這個監察院審計室呢其實多次的來函給新竹市政府要求要調查 我們這些所有的行政書師 所以呢在這個部分的話我們也就監察院所提出的這些行政書師 我們也進行了內部的行政調查 這個部分也很快會有結果來跟大家做報告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新竹棒球場 經過了幾次的這個挖土的測試 還有幾次的這個我們的一些諮詢專家的意見之後 我們接下來在這個星期 我們會有美國的大聯盟的產物專家來到台灣 實際的到場來知道我們怎麼樣來做 同時呢也會協助我們來做這個 我們的新竹棒球場的這個設計書圖 能夠來提供他們專業的建議 我們希望不只是從設計的書圖到這個排水的測試 到最後的改善工程 我們希望能夠有最專業的美國大聯盟的專家來協助我們 這是我們希望盡力一定要做好的事情 就算說這個可能就是遇到很多的這些無所謂的批評 但是我想這部分我們還是會秉持我們的初衷 繼續來把冰鼠棒球場努力的來改善完成 讓大家能夠比賽 謝謝